你会在你现在出现的地方出现 以一种不存在的方式活着 你会在你现在消失的地方消失 没有人能替你证明你的存在 在你过去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在你过去不该消失的地方消失 这些乱七八糟问题的脑袋是谁的 第一天时光从杆子上溜了下来 大地沉寂就这样吧 第二天 绞肉机正在工作 食肉者摘掉了面具和帽子 在这里 唯一被禁止的游戏就是 对什么都好奇 第三天 风吹响凝固的号角 狮子你不再能统治野兽 后天培养的主意 穿插着符合时代的杂耍 一起躺在坟墓里 第四天 大街上只剩下一种动物 自私与贪婪成为最高级的享受 年纪太差 是一种绝对的优势 你还揭发了我的假发 我觉得你的手伸得有点长了 德国木 烧死 犹太 犹太 木 再接 难道 第五天 机器开始喘息 太阳停止 一只手提起了裤子 一只手卡住了脖子 第六天 把所有的血混在一起 造一个鲁迅 造一个遗产 再造一个爱因斯坦 该说的都有人听你说了 该做的都有人听你做了 第七天 太阳从东方升起 看到的第一次亮光 吸到的第一口空气 每一个动物 每一个细胞 都从阴影里面溜了出来 纪念碑下 像猫一样 热爱阳光 草地 青蚌 麦子 野花 种子必须埋进土壤 但是骨头 却不应该埋在地下 也没有病人 被绕在每一个人身边的物质 与每一个物质周围的人 每时每刻都在等待 这个没病时刻都到来 谁积落在树 这些不信心 有什么样的 就像是小时候 用炸的一项